徐江才是剧中第一个人 蒙德海强行洗白 39集的狂飙到底删减了多少 你以为电视剧狂飙中的徐江 是个拿头应接烟灰缸的喜剧人 实际上电视剧还是美化了徐江 在狂飙原著小说中 徐江的势力范围可不是一个小小的白金汉 他的主营业务实际上是做人体器官的 电视剧中黄翠翠的死 是因为他四字录音被人杀害 而死音拍的比较隐晦 而原著小说中则是非常黑暗 黄翠翠下海后开始后悔 想上岸丛梁好好做人 而徐江知道黄翠翠一心想跑后 先是把他献给何黎明享用 利用完黄翠翠后 直接让人搁了他的两个肾脏 而唐小龙被他们抓住后 徐江的第一反应就是 摘了他的器官搞钱 而电视剧却因为审查缘故 直接将人设颠覆 徐江从一个无恶不作的犯罪分子 硬是洗白成了一个喜剧人 在狂飙后期 有着大量对不上口型的台词 那是因为全员个人的设定影响不好 所以将孟德海强行洗白 而高启强之所以敢跟赵立东对着干 是因为他的保护伞是孟德海 黄老在高启强的邀老院也不是白住的 杨健与高启强对接 杨健后面的是孟德海 当艺术照进现实 我才知道高启强的原型 居然还被导演洗白了 我回国了 我有这么低 十一百万台钱 我去开主场 你把我表这么低 为了一个沙场七百万 我去参通投标 我有那么可怜吗 眼前是个大放厥词 无比嚣张的男人叫刘汉 正是电视剧中高启强的原型 如果说狂飙中的高启强 还有一丝人性 那么刘汉的所作所为 才是真正的无恶不作 当初刘汉在接受审判时 大肆叫嚣 复国际以下不配办他的案子 可以说刘汉的能量 比狂飙中的高启强还要恐怖 他名下的汉龙集团 是四川最大的民营企业 刘汉通过各种暴力手段 将手伸到房地产 矿业 金融 证券等多个领域 可以说哪里能搞到钱 哪里就有他刘汉的身影 凭借种种降不得光的生意 刘汉曾被福布斯杂志 评为钱在水底的真正富豪 不仅如此 刘汉通过贿赂的手段 连续三届当选四川省政协委员 政协常委 剧中的高启强为了拉拢保护伞 通过捐赠希望小学和养老院的方式 由上而下的俯视公职人员 而这招正是刘汉当年 为了给自己洗歪耳耍的轨迹 与高启强一样 刘汉也有个弟弟刘维 在哥哥刘汉以及民营企业家的庇护下 刘维同样混得风声吹起 据说还曾担任过08年奥运会的火炬手 如果说高启胜贩毒属于自己作死 那么刘维在作死这件事上 与高启胜相比 有过之而无不及 因为刘汉在四川一手遮天 有哥哥庇护的刘维 自然是谁也不服 2009年 刘维带人直接在市中心大庭广众下 射杀了三个跟他作对的人 被公安部定为一级通缉犯 引来了北京的专案组 自此 刘氏兄弟的犯罪集团 终于被彻底连根拔弃 拒绝腐败的安心 是怎么能穿上豪华的大衣的 在电视剧《狂飙》34集中 一向以轻贫形象示人的安心 身上突然多出一件风衣 于是拿八倍镜看绝的网友 很快把这身行头给找了一遍 好家伙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安心这一身穿搭 可以说是相当炸裂 这不禁让人感到疑惑 剧中的安心不是拒绝腐败吗 凭他的政科级干部 怎么可能买得起这样的高档货 难道说狂飙的删减内容 是主角安心同流合乎的黑历史 你要是这么想 那恭喜你想多了 首先电视剧中明确交代过 安心是孤儿 从小父母双亡 这么多年的顺利成长 全靠安长林 孟德海的资助 说句比较现实的话 安心父母双亡 没有老人压力 而安长林 孟德海 都有自己的家庭 即便安心逢年过节 看望两人 花销方面也不会太大 其次 安心为了跟高启祥死磕到底 忍痛与孟玉分手 我从来就没有爱过你 终于爱你的人 你们好好过一日子 结婚的 生孩子 只要你们幸福 快乐 就别安全 虽然说到手的女朋友没了 但是安心的话销又少了一笔 并且电视剧中 从来没有出现过 安心的家庭住职 你要知道安心怎么说也是警察 身为公职人员 吃住这一块是没有压力的 安心本人也没有什么不良嗜好 唯几次在外用餐 都是肠粉之类的小吃 一般情况下 经济压力大 是因为花钱的地方多 但是安心 父母双亡 又是单身 单位又管吃管住 就算每个月工资消费三分之一 剩下来的三分之二 经年累月下来 也是一笔巨款 买几件贵的衣服 也是合情合理 再说了 都快大结局了 享受享受怎么了